接着请我们的记者蒋邦彦来告诉我们最新的台风动态 气象局在12日上午解除原规台风海上警报 气象局表示原规台风虽然中心不明显 但受到季风低压带天气系统影响 银封面加上地形作用 导致台风未为环流偏大 带来强劲的风势雨势 花连清晨4点左右 风大雨大加上雷电交加 不少民众都从睡梦中进行 前天到昨天到今天 我们看它回波一路一路一路在扫进来 然后比较强的回波比较剧烈的回波扫进来的时候 我们花连的风就会比较大 那雨就会比较强 然后伴随着如果它的对流里面 还有比较大的一些对流包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有强烈的剧烈的对流 就会发生像今天早上这样 闪电打雷的一个情形 虽然台风远比较离开的时候 我们花连还会在四米跟三米之间 然后还是会有可能会有长浪的一个情形 所以还是提醒民众不要好奇去海边观浪 不要去海边细水 或是趁热的时候说浪大可以去冲浪 在12、13、14这三天水气还是蛮多的 然后到15号的时候水气开始就慢慢比较减少 但是后来我们看到 从16、17、18开始 大陆高压就会开始向往南延伸 就会影响到北台湾 然后花连这边可能还是有一些微弱的东北风会影响到我们 所以 16、17、18我们受到微弱的东北风的影响 花连这边可能在银风面上还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或是短暂震雨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花连的天气其实相当不稳定 在前几天12、13、14受到台风外围这个环流的影响 各地还是会比较大的雨势或是可能还可能有些局部地方会到大大雨的情形 然后15号我们说过了水气比较减弱 但是开始又16、17、18又受到北边的东北风高压影响 我们东北风影响所以在花连这地方还是有一些水气的影响 在银风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多的雨 目前原规台风在台湾俄乱比南南西方海面 未来将持续向西移动 周三开始各地雨势趋缓 东半部北部仍有短暂震雨 花东天气整体仍不稳定 提醒民众出门携带雨具 避免山区西边海边活动 记者长方与花连市报导